贤惠美丽的妻子身上莫名的暧昧痕迹,邮箱里神秘人发来的妻子激情的照片,我的妻子真的出轨了吗?那个神秘人有到底是谁?她有什么目的?我的老婆关键比我小11岁,今年28,正是成熟和青涩并存的年纪,之所以选择娶她作为我的妻子,是因为她不仅漂亮,而且温柔体贴,善解人意。 我看着她在厨房里为我煲汤的背影,她的身材曲线优美,腰脂纤细,更显得臀部风鱼圆润,长发如丝,简单地竖在脑后,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温柔可人,所以我真的不敢相信。 她竟然出轨了。 事情的起因是今天早上,我突然在邮箱里收到一封邮件,邮件里的内容是一张照片,上面是我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暧昧场景,照片里老婆的衣着凌乱,与那个男人紧紧贴在一起,照片里他的表情告诉我他明显就是陶醉其中。 我刚看到时,脸色铁青,十分愤怒,但很快也恢复了冷静。 现在,AI合成技术这么发达,这么莫名其妙的一张照片不能说明什么。 况且,我选择老婆结婚的原因就是她柔顺听话,而且结婚这么多年,她也一直温柔贤淑得很。 事事都以我为重,她家庭不富裕,而我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经理,对她也触手大方。 所以我觉得,她不会背叛我选择别人,老公,尝尝我新包的山药排骨汤。 她说话时,尾音不自觉地脱长,像是在撒娇一样,换到平时,我听见早就把她抱进怀里,与她温存一番了。 但今天心里总归是有点疙瘩,老公,工作是不是很累啊? 我给你放好了洗澡水,等一会吃完你就去泡一会解解发。 见我不说话,关签半蹲下,抬头仰视着我,眼睛里写满了关心。 我心里笑了一下,这样的老婆这么会背叛我呢? 我握紧她的小手,柔软又细腻,安抚地拍了拍,温柔地对她说乖,你先去休息,等老公洗完澡就去找你。 我的工作出差加班都是尝试,算算我已经一周都没回家了,这么年轻漂亮的老婆等着我, 我当然心急,匆匆洗了个澡,回到房间却发现里面闭着灯,只留了一个微弱的小夜灯。 真奇怪,我们从来没有关灯的习惯,正当我想摸索开关,把灯开开时,一具柔软的身体贴了上来,是老婆,她从背后还着我的腰。 阻止我开灯,我奇怪地问老婆,怎么不开灯啊?人家今天不想开灯吗? 老婆软软糯糯的声音从背后转来,说着,小手也开始不安分地撩拨着我, 若是以前,我肯定迫不及待地抱着老婆开始亲热,哪管开灯不开灯,可自从上午看到那个照片,在看什么都觉得可疑,所以坚持想要开灯。 可平时害羞文静的老婆却一把把我推到了床上,用身体阻止我继续接近电源开关。 她平时从来没有这般主动,虽然觉得奇怪,但男人的身体总是经不起诱惑的。 很快我就没有心思再去纠结是否要开灯了。 等到一阵激情之后,老婆已经在我旁边沉沉睡去,而我的理智也逐渐恢复,悄悄地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,用微弱的灯光开始照射。 当我看到妻子时,我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,她的肩膀和胸前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吻痕和牙印,颜色看上去就像是近几天留下的, 这绝对不是我刚刚留下的,我敢肯定。 拿着手机的手开始止不住地颤抖,怪不得,怪不得,怪不得不让我开灯,怪不得这么主动。 原来是想用刚刚的激情掩盖不久前留下的痕迹。 如果我没有看到那张照片,根本就不会开灯检查。 她就可以这么蒙混过关,那个肩膚到底是谁? 还有那个发邮件的神秘人,到底是谁? 第二天,我早早地就出门了,我怕再在家待下去,我会忍不住动粗。 我开车去了一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,找到了一位知名的离婚律师,向她询问离婚的事,之前太过信任关切,所以在结婚之前没有签订婚前财产协议。 如果直接离婚的话,她会分走我一半的财产。 我怎么会让这个背叛我的贱人分走我一半的财产呢? 说到底,也是我小瞧了她,怎么也想不到她在我面前这么温柔,却背着我在外面偷人,律师推了推眼镜,说这种情况下,如果不想让关切分走我的钱,就只能拿到她出轨,的确凿证据,比如录音,录像,聊天记录等,我愤怒的情绪稍稍平息了,现在当务至极是获取证据,只是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。 那个给我提供关键出轨照片的人究竟是谁,她的目的是什么?回到家,关键很殷勤地接过来我的衣服,半蹲着为我换好了拖鞋,身子软软的衣卫上来。 老公,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呀?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呀? 她一如往常的模样撒娇,用胸前的柔软贴着我的胳膊,让人心愿意马,看着她一副依恋的样子, 竟让我生起了是不是错怪她了的感觉,不用做饭了,我最近总出差冷落了你,你收拾收拾,等会带你去吃好吃的。 我装作平常一样微笑着说,谢谢老公,最爱你了。 关键说着,一口亲在了我的脸上,我们离开家去吃饭时, 之前约好的工人,已经在我家的客厅和卧室,装好了针孔摄像头,吃完饭后,我还送给关键一个奢侈品包,里面装着微型定位器,这样无论他去哪里。 我都能清楚地知道,鱼儿已经下了,接下来就等于咬钩了,我跟关键说,接下来我要出差半个月,看着他依依不舍的表情,我都有些怀疑自己,难道真的是自己误会关键了,否则这个女人的演技就太可怕了。 离开了家后,我选择了一家离家不远的五星级酒店,这样,它一有异动我也能及时赶到,刚开始的几天风平浪静,都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误会了,但是直到现在,我发现关键的定位正在向我接近,我吓了一跳,以为关键发现了我,但转念一想,觉得不太可能。 我这次出来,行动隐蔽,谁都不知道,但这里可是酒店,他会来这里,难道是要开房?草。 我怒骂出声,前几天居然以为冤枉了他,没想到这个贱人真给我戴绿帽子。 我戴着口罩帽子,坐在大厅角落,看着关键打扮的腰腰翘翘地进来了,他在家穿的都是棉麻连衣裙,而现在只穿着一个小吊带,香肩半漏,衣服遮不住他胸前的波涛,走过来时,两团软肉不停地晃来晃去,是个男人都忍不住瞅他两眼,我恨不得立马过去扇他两巴掌,但是我要忍住,要拿到证据。 找出来那个肩夫是谁,看着他进了电梯,我走上前,电梯在三楼停下了,三楼右侧是普通客房,左侧是贵宾房,这几年,我花了大价钱,把他养得娇气起来,他就不可能住右侧,左侧四间房,302是我住的,301住这一家三口,剩下的两间都有可能,我去前台,对前台小姐说,小姐,我是302房间的客人, 我那个房间的空调坏了,你看三楼还有哪间空房给我调一下,好的先生,这边显示三楼贵宾房,还剩一间304,为您更换这一间可以吗? 前台小姐很有礼貌地说, 那就是303了,竟然就在我旁边的房间,我立马跑上楼,仔细听着隔壁有什么动静,没想到,我听到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, 阿强,你慢点,一声声交喘从屋子里传来,嫂子,我还有更厉害的呢? 一阵阵面红耳赤的喘息声传来,却让我怒火中烧,因为这男人正是我的亲表的张强,这小子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混混, 前几年,他投奔到我这里,我看在亲戚的份上,没少贴补他,没想到他竟然敢虑我,我举起手机打开录像,另一只手拿起旁边的消防栓,就朝门砸去, 门框的一声发出巨响,张强吓了一跳,刚刚坚硬的下体,瞬间软了下来,只听物理传来,然后骂骂咧咧的声音,张强打开了门,一开门看到是我,他吓了大叫一声,面色发白, 双腿都开始哆哆嗦嗦地打颤,我一脚踢在了他的肚子上,整个孬肿,边往里走边用手机录像,看到关欠此时正浑身赤裸,试图用毯子遮住他的身体, 但那酒店的毯子根本盖不住雪白的肌肤上布满暧昧的痕迹,反而像欲据还迎一样的勾引人似的,我举起巴掌重重地扇在了关欠的脸上, 张强还想向前阻拦,被我一脚踹翻在地 不解气,又狠狠地踢上两脚,发泄完愤怒,情绪稳定了些,也知道不能再打了,万一打得狠了,他们去公安局,验伤就麻烦了,避免节外生枝,我住了手,我冷冷地对他们说道, 你等着我的离婚协议吧,拿了我的我会让你们一分不少的吐出来,说完就走了出去,身后的关欠还在大声地哭喊认错,我也不理他,只给律师发的消息,律师回复得很快, 他说,只要有相关视频,离婚就应该没有问题,通知律师马上起草离婚协议,盼他净身出户,我想以最快的速度与他离婚。 律师的反应非常迅速,连夜就拿出了协议,看着上面的条款,我忍不住点了点头,协议中规定,关欠净身出户,还要返还之前赠予的房产,珠宝和转账,等于他这几年什么都没得到,第二天,我找到关欠,用尽全身力气,把离婚协议书摔在他面前,沉重的文件发出, 砰的一声,看着他依旧妩媚的容颜,心头一阵火大,我是多么疼爱他,几乎是他要什么给什么,他竟然敢背叛我。 老公,我知道错了,你就原谅我一回吧,我下次不敢了。 关欠拉着我的一脚,怯生生地抽气着,眼眶湿润,楚楚可怜地想往我身上靠, 我一把推开往关欠,厌恶地对他说,赶紧签字,离我远点,你让我觉得恶心。 他又苦苦哀求,哭得梨花带雨,我平日里最喜欢他这副娇娇弱弱的样子, 可现在一看到,他就想起在酒店那副不知羞耻的样子,就觉得恶心, 他见我毫无所动,也慢慢收起了泪水,淡淡地对我说,老公,我不同意离婚,我怀孕了。 什么?我不由得一愣,但很快反应过来,咬牙切齿地问道,这是谁的孩子? 几个月了。 见我有反应,关欠联盟开口到八周多了,是你的呀。 虽然时间对得上,但我不相信,谁知道在这期间他有没有偷吃, 于是我冷漠地说,不一定吧,我才不信你。 就算是我的孩子,我也不会要。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,有你这样的母亲。 关欠也没有继续哭泣,只淡淡地开口,不管是不是你的, 我怀孕了,咱们就离不了婚。 说完,他慢慢推回了,桌上有文件,笑了起来。 我询问了律师,得到的答复却让人失望,确实如关欠所说,男方在女方怀孕和哺乳期间。 是不能提出离婚的,就算有他出轨的证据,但无法证明孩子不是我的, 现在胎儿太小,无法验DNA,要想得到结果,至少要等到胎儿四个月之后才行, 也就是说,我至少还要再忍两个月。 我点了一支烟,有些郁闷,这突如其来的孩子打乱了我的计划, 但说来也奇怪,我和关欠结婚五年都没有孩子,怎么到离婚反而怀孕了呢? 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吗?我保持着怀疑,但也无可奈何, 只能等孩子四个月后进行亲子鉴定,这时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。 我点开一看,发现是上次那个人发来的,信息里只有两个字, 小心,小心谁,这个人是谁,我尝试沟通, 但在我发送消息后,就再也没人回复了, 我暗暗提高了警惕性,这个人到底是敌室友,他有什么目的? 回到家后,关键倒是很老实,他没有再试图靠近我, 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房间里保胎,看样子对这个孩子很在乎, 我干脆不管他了,反正等待两个月,一切都会有答案, 如果是我的孩子,我会负责,也会给他一笔钱, 如果不是,那就有缘抱怨,有仇报仇了。 熄灭了烟,心情更加烦躁,想了想, 我上车直奔我经常去的酒吧,想要消磨几个小时, 酒吧里人头攒动,酒保很熟练地引我去了我常去的包厢, 开了一瓶酒,自顾自地喝了起来,门敲了三下, 我抬头一看,走进来一个女人, 这女人很漂亮,面容精致,前涂后翘, 尤其是那一双修长的眉腿, 笔直又充满力量感,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, 我不需要特殊服务,出去。 虽然这女人好看,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, 毕竟现在正在打离婚官司, 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,那女人冲耳不闻。 静止走向我的对面,坐了下来, 对我说,我说过,你要小心她们的, 是那个神秘人,她竟然是个女人。 我放下酒杯,看向这个女人, 她很漂亮,柳眉,凤眼,樱桃口, 柏梗修长,苏兄半路,是个美人, 但我觉得她很熟悉,我们在哪见过吗? 我问道,我是杜柯然,张强的妻子。 她淡淡地开口,张强的妻子, 我有些印象,张强之前酒后强奸了一个女大学生, 虽然女大学生不依不饶地要和她打官司, 但她的父母重男轻女,又胆小怕事, 拿了张强二十万,就逼女儿和解。 还非要她嫁给张强,这是挺不风光的, 所以也没办酒席,我也没怎么见过她, 可她出现在这里是怎么回事, 我开口问她,是你给我发的信息, 为什么让我小心? 杜柯然一听我开口,突然掉起了眼泪, 一边哭,一边对我说, 虽然她一早就发现张强外面有女人了, 但最近张强脾气越加暴躁, 稍稍不顺心,就对她拳打脚踢, 她是在受不了了,便开始偷偷开始调查, 张强的保密工作做得一般, 所以她很轻易地就知道, 她竟然勾搭上了自己的表嫂, 也就是我的老婆关切。 我无权无事,就算知道张强出轨了也没办法, 她当初对我做出那种事, 连我爸妈都不向着我,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,才告诉的你。 杜柯然泪眼汪汪,不停地抽气个不停, 泪水顺着脸颊流下,打湿了她的衣裙, 看上去十分可怜,我不为所动, 继续开口询问, 你想让我为你报复张强吗? 杜柯然听了,猛然抬起头, 用她那双好看的眼睛死死盯着我, 难道你不想报复她吗? 见我依然一言不发, 她咬了咬牙, 抓起我的手放进了她的胸前内衣里。 只要你愿意帮我复仇, 让我做什么都行。 我立刻抽回了手来, 能感受到手中的柔软, 这女人想对我用美人戒。 如果之前的我说不定就上当了, 但是经过关切的教训之后, 我已经对这种送上门的女人, 有了警惕心, 但我面上还是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她我要报复张强, 但不是为了你, 请你自重, 我不吃这一套。 杜柯然沉默地看了我好久, 慢慢地才吐出一句话, 你和我想的不一样, 此地不宜久留, 我立刻转身就走, 就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。 杜柯然叫住了我, 等一下, 张强要害你! 什么? 正待我想问个明白时, 门口突然传来服务员急促地敲门声, 先生, 你开下门, 你的车子爆炸了。 我心下已经猛地回头看向杜柯然, 他的表情是一点也不意外式样子, 我一把揪住杜柯然的手腕, 他发出一阵吃痛的表情, 你知道什么? 我恶狠狠地说, 心里却忍不住一阵后怕, 如果杜柯然没有叫住我, 我坐了上去, 我说了张强要害你。 杜柯然的表情严肃, 很认真地对我说, 我透了张强的手机, 看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, 他们密谋用怀孕拖住你不离婚, 然后在你的车上动手脚, 你死了关键就可以继承你的全部遗产。 然后张强再除掉我, 他们就能拿着你的遗产逍遥快活了。 我顿时冷汗直流, 张强是没有这个脑子的, 这么恶毒的计划肯定是关键制定的, 他这几天的安分守己迷惑了我, 我也想着等他而满四个月再做打算, 没想到他竟然想要杀了我, 如果他们得逞了, 我肯定也没有好下场, 张强现在已经怀疑我了, 所以我才想求你。 杜柯然哭得梨花带雨的, 让人心疼,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? 我低声问道, 这次他们没成功, 肯定会再次动手的。 到时候你找关键的证据, 我找张强这边, 咱们联手, 把他们送进监狱。 杜柯然对我说道, 我点头同意了, 交代杜柯然不要轻举妄动暴露了自己, 听我的安排, 之后我们便分开了, 我打了一辆车回家, 关键看到我安然无恙地回来吃礼惊, 我在心里冷哼一声, 看来他也没想到我能平安回来吧。 老公, 你回来了, 怎么打车回来的? 你的车呢? 关键貌似关心的询问, 果然忍不住了, 我心里想着, 但面上还装着什么都没意识到的样子, 回答道倒霉。 车子突然爆炸了, 好在我没在车上, 反正家里还有一辆奔驰, 我明天用那个关键的眼睛咕噜噜地乱转, 一看就是在打什么歪脑筋, 我也不理他, 静止上楼回我自己的房间, 凌晨, 关键房间里传来一些动静, 我打开事先装好的监控录像, 关键捏手捏脚的起来, 确定我没醒后, 便走向车库, 看着他熟练地拆卸零件, 我确定了, 果然是他, 画面上的关键收拾好残局后, 又捏手捏脚地走出去, 画面又恢复平静, 我保存了监控视频, 手机通知了杜柯然, 我已经拿到了关键的犯罪证据, 让他那边抓紧时间, 虽然是半夜, 但杜柯然秒回了信息, 他让我先别报警, 给他一点时间, 我合上手机, 等杜柯然那边拿到张强和关键合谋的证据, 我就可以报警, 顺利摆脱这对肩夫淫妇了, 只是这杜柯然, 我还是看不清他的真实目的,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告诉我, 这个女人不简单, 第二天, 我早晨正要出门, 关键拦住了我, 装作不经意地问, 老公, 你去哪里? 怎么不开车? 我怎么敢坐他动过手脚的车, 感觉关键真是越来越沉不住气了, 之后便敷衍了几句就走了出去, 但我没有走远, 我知道今天是关键产检的日子, 等他一出门, 我就联系了专业的团队来检查我的车子, 检查结果让我大吃一惊, 这个女人不仅破坏了刹车, 而且把燃油箱弄渗漏, 还故意破坏了一些电路, 好家伙, 这是生怕我不死啊, 这个女人好狠的心, 正看着车检团队出具检验报告, 杜柯然这边突然发来信息, 要和我谈谈, 难道他已经得手了? 我心里想着, 马上约了一个私密性很强的餐厅, 很多人谈生意都会选择这里, 待了一会, 杜柯然才来, 他也不啰嗦, 直接给我看来他手机上的照片, 是关倩和张强的聊天记录, 上面有他们密谋的全过程, 我大喜过望, 刚想把照片传过来, 杜柯然却一把抽出了手机, 你什么意思? 我皱眉望向杜柯然, 他显然是个漂亮的女人, 但我对他总是抱着一丝丝的警惕, 我问了路师, 他们这种情况只是杀人未遂, 最多十年就出来了, 你甘心吗? 杜柯然正正地望着我, 不然你想怎么样? 我反问他, 我不甘心, 杜柯然突然重重地一拍桌子, 神情有些癫狂, 凭什么张强毁了我一辈子? 仅仅十年就这么了解了, 突然他又变了一副神色, 楚楚可怜地跪在我脚边, 抱着我的大腿, 仰望着我说道, 张强没有直接参与动手, 可能十年不到就出来了, 他出来后一定不会放过我的, 求求你帮帮我吧, 说着他就要脱衣服, 我连忙阻止他, 他却打定了主意一般, 顺势抱住了我的脖子, 身上的柔软, 紧贴我的胸膛, 不住地送上热纹, 手还摸进了我的裤子里, 不停地挑逗着我, 够了, 我大喝一声, 把他掀翻在地, 看着腐在地上的杜柯然, 他此时衣衫凌乱, 苏兄半漏, 还不停地在抽气, 我心下一劫, 这女人不会污蔑我猥亵他吧, 我赶紧柔和了神色, 将他扶起来, 掺到沙发上坐好, 安抚他说, 你放心, 我想你保证, 张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, 所以你不用做这些事情, 杜柯然抽抽叶叶地也不说话, 我健壮也赶紧离他远远地, 免得他再发疯, 过了半晌, 杜柯然突然说, 我有办法让张强坐上关键改装的那辆车, 我心里一惊, 看向杜柯然, 这个女人, 是想要了张强的命啊, 我惊讶地看着杜柯然, 这个女人好狠地心肠, 我仅仅是想让他们进去吃牢饭, 他竟然想除掉张强, 果然, 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, 杜柯然看我这么看着他, 索性也不伪装了, 面色苍白地坦白道, 我大二那年去饭店勤工俭学, 张强那个畜生强奸了我, 我想告他, 可饭店经理怕他的权势, 不肯为我作证, 那次后, 我怀孕了, 本想打胎, 可我的父母贪财, 私自告诉了张强, 张强给了他们二十万, 逼我嫁给他, 生下这个孩子, 我想起来, 确实张强向我借过二十万, 他当时说是他父亲生病, 手术要用钱, 没想到是给他父母的封口费, 我的人生全都毁了, 我努力考上了大学, 因为毕业之后我就能离开我父母那对吸血鬼, 可没想到他们把我绑起来, 给我办了退学, 杜柯然哭着, 这种哭不像之前的梨花待遇, 是那种撕心裂肺, 毫不顾及形象的哭, 反倒更惹人心疼, 我恨你们, 杜柯然突然站起来, 我恨张强, 恨我父母, 也恨你, 如果张强不是仗了你的事, 他早就进监狱了, 我本来想, 如果你是和张强一样的那种畜生, 我就放任关切杀了你, 或者借你的手弄死张强, 然后让你们都进监狱, 只是没想到你是个好人, 杜柯然说着, 又蹲下去捂着脸大哭起来, 我心里五味沉杂, 不知道说什么好, 只是庆幸我之前的谨慎事, 对了, 不然现在被他拿住把柄, 可就糟了, 看着面前痛哭的杜柯然,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安慰道, 我已经掌握了张强偷用我公司财产的证据, 也会请最好的律师, 他们都逃不掉的, 如果你想, 我可以帮你去找当年张强强奸你的证人, 你可以去告他, 恕罪并罚, 我保证他这辈子也出不了监狱的大门, 杜柯然惊讶地看着我,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, 突然, 他抱住我撕心裂肺地哭了出来, 那哭声有伤心, 有解脱, 也有感谢, 这次我没有推开他, 安静地抱着他, 哭了半声, 他在我怀里沉沉睡去, 我知道, 他是对我彻底放下戒心了, 我安静地没有出声, 等着他醒来, 心想着, 这个事件终于有个结果了, 离开之前, 我拿到了杜柯然手里的证据, 迅速去找了最好的路师, 律师接过我手里的资料, 看着我大额的路师委托费, 向我保证, 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, 我手里有关欠偷偷破坏我车的监控视频, 和他与张强密谋时的聊天记录, 证据确凿, 他们没有翻盘的余地, 关欠肚子里的孩子也检验了DNA, 果然不是我亲生的, 进了监狱, 以后就因为情绪波动大而流产了, 开庭那天, 杜柯然坐在我旁边, 看着被告席上的关欠和张强, 低声唾气, 庭审结束后, 杜柯然向我告别, 他说他已经申请了一所南方的大学, 很快就要去那边上学, 重新开始他的人生, 我们拥抱了一下, 并没有说别的多余的话, 只是祝福他之后的日子能够幸福快乐, 我也再没有结婚, 把我所有的经历放在我的事业上, 仅仅三年, 我的公司变成了行业龙头, 我的身家也翻了一番, 又一年的招聘大会上, 我作为总经理坐在主位, 看着台下坐着的一众应聘者, 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 那身影停停鸟鸟, 向我走来, 轻轻一笑, 对我说, 你好, 我叫杜柯然, 我换去看台下坐,